吴尼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时代留言安心 由花莲县政府主办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承办 春季集团婚礼的记者会 5月16号下午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来举行 由花莲县政府民政处长明良珍 与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副董梁爱鼎等贵宾 一同来为集团结婚的新人祈福祝福 并在5月的28号29号举办春季集团结婚婚礼 为新人留下难忘的回忆 迈入第31届的花莲县集团结婚 16号下午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举行 三位新人穿着中西式礼服 以及具有部落文化传统的服饰入场 花莲县政府民政处长明良珍表示 全台湾最好的集团结婚就在花莲 除了准备55寸的电视作为新人的成家礼之外 多个好礼也将在春季集团结婚赠送给新人 让新人开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人生篇章 全台湾集团结婚最好的品牌就在花莲 也要感谢我们这一次的主办单位 我们的理想 给予我们所有这个媒队的家偶 这么棒的内容跟服务31届 2270对的好朋友们 很多的年轻朋友他有很多新的观念 很多新的想法 开始越来越简单的 但是呢 夫人们太太们 总是希望有一个 一生难忘怀的一个画面 以及一个感觉 所以花莲县政府这样子的品牌到现在 31届 每一届不一样的改变跟调整 大家跟大家报告 就在5月28号 集团结婚就正式的在我们的理想大地 在这边就要举行了 有非常棒 让我们所有新人难以忘怀的结婚 集团结婚的典礼 以及在这边有两天一夜的honeymoon 而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协理林景全也表示 花莲理想大地 承办了多场次的集团结婚 并且将在饭店内的维多利亚草原举行 带给新人一个富有意义 以及浪漫的婚礼场景 并赠送35对新人 来自于寿风地区最好的伴手礼 那从96年到100年 然后到前年去年跟今年 那其实这几年几乎都上百对的新人 在这边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场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片是茶树森林 那你们一定发觉说 奇怪它的形状就长得很奇怪 其实在94年2005年的时候龙王台风 那时候素材跟我一样高而已 然后经过台风的大风的摧残 可是它依然坚韧的在这边成长 你看已经长这么高了 那我想夫妻两个人相处 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 只要彼此互相坚持 我想一定可以度过所有的难关 今年的集团结婚盛事 提供了多样的伴手礼以及抽奖 大奖包括了翡翠钻戒一组 理想大地豪华客房住宿券 除了婚礼的精彩表演 独特的布置场地之外 各种的美食特色提供给新人和贵宾 美味的享受 为新人与贵宾打造了充满风味 与创意的婚宴 记者凌杰 收风箱采访不到 互相联系的男神 不aby